各國疫苗正陸續的開打 衛福部長陳時中 在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也表示 在討論放寬邊境管制 民眾原理要承認中國的疫苗 民眾入境 持有海外的施打證明 可以申請縮短 檢疫期到七天 行人長蘇貞昌也首度表態 只要疫苗可以符合標準 不排斥任何的疫苗 國內ASD新冠疫苗 開打邊境管制有望鬆綁 衛福部長陳時中 接受媒體專訪時透露 未來入境者持海外疫苗施打證明 可申請縮短居家檢疫天數 更釋出善意 言你承認中國疫苗 而行政院長蘇貞昌也表態 不會因為政治因素 就排斥中國疫苗 蘇貞昌表示 只要疫苗能符合標準 維護國人健康 不排斥任何疫苗 陳時中則直言不樂見 因政治判斷介入捲入無謂的辯論 但目前都還在內部專家討論階段 只是中國疫苗到現在都尚未獲得WHO認證 放寬邊境管制設下兩階段目標 第一階段國內疫苗涵蓋率不足時 入境者持疫苗施打證明 有機會從十四天的居家隔離 縮短到七天 為了防止拿偽照證明 出關前還是要檢驗PCR和中和抗體濃度 等到疫苗含蓋率超過六成 所有入境者免檢疫 不只入境管制有望解封 各界也關心出國觀光是否指日可待 但儘管有了疫苗證明 專家還說得評估當地疫情情況 在送磅辭程定案以前 恐怕還有很多難題要面對 記者傳訊張國良台北報導